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团队出去租棚 开机费大几万一天数据下来十几万是跑不了的当时的游戏也不需要精度那么高的动画资源风格也不一样 我当时就说现在既然这么多人关注了干脆就咬咬牙自己建一个动物棚起码可以省一下开盆的钱也为后面做一些技术积累 但后来发现还是想简单了 你想动物演员都是人 所以最合适的动物对象只能是和人类一样的双足角色 这问题就来了 咱们从小都看过很多的中国神话 厉害的妖怪都是由动物修炼成人型的 动物可不是双足型 四条腿的动画效果该怎么处理呢 大概在两年前吧 然后我还在波斯顿研究飞钢铁仿真 回国过个春节 永光听说我回来以后呢 就到深圳来找我吃饭 在席间他就问我 说我们有没有可能自己研发一套不同于Motion Imagine的四族动物的动画解决方案 那我们知道以往其实演员都是听机器的 那我们现在希望呢 是不是让机器来听动物 大概的思路呢 就是我们海量的去采集各种四族动物的随机的动物数据 然后再通过机器学习和补建算法 再加上人工的反馈 我们能够不断地去迭代 最终实现在引擎里边 能够模拟任意四族独入动物的复杂行为 我觉得这个想法还OK啊 只是当时我也不是这个研究方向 那后来呢我们聊了一些有的没的就走了 当时其实有一些话没敢讲透啊 我觉得他们有太多基础问题都还没有搞定 现在谈这个啊太早了 四族动物呢在全球范围内 都是一个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案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不得卖得太大了 演员动不出来的数据 重定下很困难 几乎没法用 后期黑症等于冲作 你看建盆的钱都砸下去了 大部分时间都还个人那儿慌的 那里确实很大 后面有一些机缘巧合吧 也有一些我自己个人的因素 最终还是选择回国加入一些科学 四族动捕的这个问题 也就成为了我入职以后需要解决的 是第一件最为核心的公关课题 永远都在这里 最为核心的公关课题 秋连续 最伤词的区域 最天章的美国 最为核心的奥西 mantener 猫哥等舞都是完美的猎手 几乎没有什么天敌 他们的动作优雅矫健 而且行为模式高度不可预测 是绝好的捕捉对象 为什么大家都把猫叫做猫主子 是因为他们其实没有被完全的驯化 你想让他们像人类演员一样 去做出预先设定好的动作 不好意思 基本上没辙 我们大思路其实也很简单 主要还是依靠数量 我们会布置好一个场地 让每只猫可以随意行动 它想怎么动它就怎么动 我们全部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 当然我们偶尔也会做一些简单的引导 但主要还是看猫主子当天的心情怎么样 这个思路看起来很粗暴 但其实背后的技术难点也不少 首先第一点 自研的动物软件肯定是逃不掉的 这里面包含了一套精确的四足动物骨骼 以及高度定制化的骨骼重定箱方案 你不要看这些小家伙平时活泼好动的 你真要他们上班 他们还是会摸鱼的 所以我们在给每只猫穿上动物服以后 最多最多连续工作15分钟 起码就要休息一两个小时 没办法的 这些数据基本上都只能靠运气 至于数据的存费比 我们想一想 大概是1比60左右 1%、20%最多了 这些经过严格筛选的打点数据 当天就会发送给我们深圳的超算中心 我们在那里作用了很多的CPU 运行了一套我们自主研发的运动模拟系统 代号叫露 这外面也没什么神秘的 其实核心就是一套基于神经网络的专用算法 通过物理解算和动画混合 在各种复杂的虚拟环境下面模拟和学习 这其中就包含了坡度、落差、摩擦和阻力 不管有没有新的数据 这个系统都在24小时不间断的训练 这些训练的数据通常会在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就回传到我们这边的服务器 由我们这边的动画专家进行评估和打分 那露呢再根据这些人工打分的结果去修正之前的参数 就一直重复这个过程 补数据、吃数据、模拟、评价、调参 最终的目标我觉得应该是大部分的视组基础动画 可以不经过动画师的后期修正 策划呢根据需要就能快速地配置到合适的角色 没有印象 目前我们这个系统里边的参数大概有70万个 毕竟还在不断地增加过程当中 我估计未来最终可能会超过100万个参数 很多看似高不可攀的技术短板 真正缺乏的 其实就是下地干活的耐心 有些呢一开始就说这个东西太难 太贵、太麻烦 别人能做是因为累积了几十年 我不行、我不配 我们啊从来不信这个鞋 前半年呢才刚刚起步 东西还基本上没法看 但是好在最近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进展 我觉得可以叫做阶段性的成果吧 无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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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Nature的副刊发了一篇paper 它基于外卖行业的大数据 去分析不同国家人群的饮食特点 和人类基因图谱之间的关系 起码有超过17个不同的味点 对于一个人爱吃什么样的食物 有非常强的相关性 我当时就和你说了 既然研究结论这么明显 那干脆我们就咬咬牙 自己来打通上游供应用 把买不到又吃财的问题一次性解决了 所以我们基于亚洲人的口味偏好和健康指标 先从源头选择最合适的天然食材 再用更科学的方式进行人工育种 这个事情前半年才刚刚起步 东西就会没法吃 但是好在最近有了一些新的进展 我觉得可以叫做阶段性成果吧 过去啦 新年好 新年好 新年的麻烦是全方一方 新的营养会有新的 新的希望 愿你和家人平安如常 大家笑起来天天堂堂 真心的祝福都没什么亮亮 给到了爱就是假象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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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